再來看到這個價格 我們知道黃金漲鑽石也漲了三到四成 今年以來不少貴婦據說買鑽石是秒殺出手的 有人說這個業者說曾經看到最高一次10分鐘 刷了70萬元買這個白鑽 再來看到這一位投資鑽石四年的投資達人 他說他四年買了四到五顆的白鑽 每年脫手報酬率超過三到四成 而且還看準了未來白鑽還會繼續漲 拿出自己的戰利品分享給大家 不意會馬上做到電腦前快速瀏覽鑽石黃金晃頁 趕緊調貨就怕錯失良心沒買到鑽石 三四年前的時候買一顆GIA30分的遠鑽 大概三萬多 但是現在大概在市場上的話 差不多都是要破五萬多的價格 對這是讓我比較驚訝 一身俐落的打扮投資達人Frenda 投資鑽石有四年的時間 就買了四到五顆的鑽石 必殺絕技就是從30分的裸鑽開始買 講30分是一般社會新鮮人 或者是說一般的上班族是可以負擔得起的 從投資黃金轉戰鑽石投資 全是看好鑽石佩戴度高 加上極具保值性 Frenda說50分的鑽石去年買要近六萬元 今年買得多掏兩萬元要價八萬塊 而30分的鑽石去年買和今年買 就差了一萬元 投資四年鑽石的他 每年報酬率至少有三成以上 全部出拓買10萬就賺3萬 不只他會算還有這一位投資達人佩宇 投資是一個方面 另外一半是一種收集 就是個人喜好 投資五年都以快狠準秒殺速度購買 像是這一大顆伍克拉彩鑽 投資三年報酬率高達50% 還有這一顆市價100萬的白鑽 三分鐘就下手 貴金鼠後勢看掌 投資鑽石也成了黃金旗掌 創下天價時 貴婦們另類的閒錢投資新選擇 終於今晚網做完 我是人台北 採訪不到